今個星期繼續請來李漢威忠醫師跟我們討論鼻敏感的話題 李醫師上個星期介紹了大概什麼是鼻敏感 或者他的成因是怎樣 其實鼻敏感的病人在日常生活上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可以預防這個問題加劇 主要有兩種方向 一種就是飲食方面 盡量飲少些冷的東西 吃少些生冷的東西 第二就是外界環境要好好去防止自己受到感染 或是刺激 例如天氣不好 人多車多的地方 打口罩 或者冷氣機要洗隔層網 對方式 總之那個空氣要確保 入到鼻子也要清新一點 其實我們說鼻敏感發作期間也很不舒服 有鼻塞 或者打黑癡 流鼻水 你可否介紹一些穴位去幫助病人 如果真的發作期間可以舒緩一下症狀 有些穴位是針對鼻敏感的 例如我們所說的營香穴 營香穴 就是在鼻部鼻翼外 兩邊都有 我們輕輕游餓一下 除此之外 還有鼻涼印堂位 也可以按一按或者用熱東西敷一敷 印堂穴就是在鼻涼 即是兩條尾中間的位置 怎樣按壓它呢 就這樣用手指按壓它就可以了 對 用手指按壓它 但這些位置因為肉比較少 所以用暖的東西敷它 會令它更加好 大概時間要維持多久 我想分幾兩分鐘都已經可以了 看來啦 對啦 不要一聲 或者餘脷的地方 一千個多久 祂